肯定要做一番攻略 这么复杂的机制 不研究一下怎么玩都明白 听说第一局是福利局 是很肥吗 除了我之外还有真人吗 哎 不对吧 明明不一样 根本不敢奢望啊 第一把遇到的人能有多肥 但是苍蝇腿在小也是肉啊 找到保险了 不都说是福利局吗 到底有多福利 好像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但是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找到一个保险都不容易 这农场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真人还是人机 玩得像个人机 盒子却是真人 谁能解释一下 全都是这种装备 不是吧 半天了 好像还一点收获都没有呢 不都说第一把很肥吗 等等 什么人 如果都是真人的话 那他们着实有点弱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我玩了 这也行 怎么不打我呀 全是这样 等等 有人 他在干啥呀 玩得我云里无里 我有点蒙圈了 果然还是捡不到什么好东西 一点又没有 不打了 应该把重心放在搜东西上 哎 一个耳机 第一个戴耳机的人 难道我打的这些都不是人机啊 成何体统啊 还是搜东西靠谱 把握好机会 毕竟第一局的话 都说很肥就一定不会空穴来风 价值三万 终于有了目前为止最贵的东西 难道好东西都在后面啊 又一个带问号的 开灌气 垃圾 这个值三千 拿走 一千的也拿走 我看地图了 现在这个位置挺大 应该属于一个大物资点 嘿 一个眼神不好的 一个反应有点慢的 这肯定是真人了 终于是不一样的枪了 真不容易 他在干啥呀 怎么啥都没有啊 但这个地方归我了 没用 超级穷 再也不信那种鬼话了 什么福利开局啊 就八万多的局 全是零 才三级 是地图太简单了吧 结果还换不了地图 等级不够 又是这个 现在我唯一期待的 可能就是那保险箱了 但是距离有点远 呀 这一看就是真人了 肯定要看看 万一有惊喜呢 至少他这个背包比我的大 一把DBS 价值两万呢 拿走 不是打火机 就是开灌器 啥时候是个桃 直奔保险了 只有保险能拯救我 不对 这脚步都到脸上来了 被人找上门了呀 这是 必须拿下 一定 啥也没有 又来脚步 人还不少 可是没用啊 终于到了 就是这里 不过好像有情况 我来晚了吗 刚才听见枪声了 我好像来晚了吧 这边还有 而且不少 脚步很乱 在这儿 铜马蜂窝了 这边 不是他 还有 就是这个 还没完 在这边 我听见了 好家伙 这波盒子有点多 不行 我得先看看保险去 好像还没开 可就指望你了呀 什么东西 垃圾 嗨 打了个寂寞 啥收获没有吗 最后只能指望这几个盒子了 虽然希望不大 没错 和你预料的一样 一穷二白 我直接走人 一定是我等级太低了 肥的图还进不去 一定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